以苦近甘来 形容武汉今年的农历新年的气氛最贴切不过了 历经去年克制自律的严谨防疫 今年武汉人走出了疫情阴霾 终于能够像以前一样度过年味满满的春节 虽然武汉的疫情恢复了平稳 但有了前车之鉴 当地的民众只要外出 必定会戴上口罩做好防疫的功夫 去年武汉一片愁云惨木 整座城市空荡荡 大家心中没有别的 只有恐惧 可如今武汉走出了疫情阴霾 恢复了往日的元气 大街小巷都充满了生气 而现在距离农历新年还有不到一个星期 武汉民众也趁着这几天赶往武汉市集做最后冲刺 无论是新年小林嘴 腊肉 鸭腿摊位 到处都是生意兴隆 而来到当地夜市虽然人潮拥挤 但大家出门必定会戴上口罩 防疫功夫一点都不马虎 去年的话就是 就是街道上基本上是没有人 也没有车辆的 然后唯一就是行走的这种车辆 就是那种救护的车子 所以就是心里边还是觉得 比较就是空落落的这种感觉 但是今年就整个感觉 每个人的防范意识都很强 所以就感觉还是比较温馨一些 怎么说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该为社会出一点回报 那肯定是应该有的 就是大家都是武汉的市民啥的 我们为这个出一份力也是应该 然后但是 怎么说呢 还是有的人还是不太注意这方面 就不太注意这个口罩啊一类的 反正还是需要注意点 我感觉 没错 虽然武汉疫情恢复平稳 但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忽略防疫 中国卫生健康委员会最新通报 中国在过去24小时内 新增11宗病例 其中境外输入占了10宗 吉林省则有一宗本土感染病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